想象中警察之类人一般都在成恶除奸 但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 他们也渐渐走上了网红的道路 民警老陈就是其中之一 为了宣传反诈APP 他连线了多名主播 民警的身份和对面网红的有趣反应 让老陈一夜爆红 而这种利用网络连线传播 翻找知识的方式 也获得了众多网友的称赞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就是这么一位被人们拥戴的好警察 却突然发声称自己社交账号 而且疑似或百万赞赏 被人质疑已忘初心 不再忠贞为民 那么在他身上究竟都发生了些什么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民警老陈的故事 说起这位民警的走红 不得不说他那吸引的工作方式 七个月前 他还只是一名当过兵的普通警察 陈国平 2017年局里成立一个四人组成的反诈中心 陈国平就是其中一员 为了宣传诈骗 一开始他们采用发传单这种最传统的方式 眼看着反响平平 2019年年底 陈国平决定把眼光放在如今大热的短视频平台 但他的直播方式中规中矩 从有网友调侃整个人的状态 看着更像是在严肃的场合里印稿子 他的直播里一直只有三五十人观看 直到2021年9月 他和别的主播在直播间打PK 人气很高 他想着是否也能因材施教 以此达到宣传反诈知识的目的 于是他观看了一阵子相关内容 并最终得出结论 网友喜欢看热闹 秉持着热闹野情只要人多都好说的信念 他开始转变直播方式 用连麦的方式增加互动 一对一的为受害者进行心理辅导 改变真的有效果 那段期间他直播间的人数突破了100人 但人气没有继续保持下去 不久后直播间的人数再次跌回原来的其实 也是这时老陈有了新念头 想着连麦只是一对一 但PK的对象是主播的话 对面就有一群人 场面效果会更好 因此他尝试和其他人气高的主播进行PK 向对面的主播宣传反诈知识之余 也能让其余观众有所感悟 没想到他因此一炮而红 与他人连麦时 很多网红主播看到一个震惊威作的警察后 最初都以为是冒牌货 但证实对面真的是一名警察后 瞬间都慌了神 立刻反思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其中一名名为西场公公的网红 更是嘴唇颤抖 在这位民警面前多次强调 我只是一名搞笑主播 什么事都没有犯 同时唯恐警察大哥不相信自己 西场公公更是直言 让直播间的人跑到老陈的直播间下 以此证明所有人都是清白无罪的 对此老陈哭笑不得 但也淡定表示手法就好 之后他表明自己正在宣传反诈APP 可以的话 还请这位西场公公也下载一下 警察的话自然得认真听取 于是西场公公立刻点头答应 并在直播间帮忙大声宣传 没有下载反诈APP的一定要下载 就这样清晴的画风和搞笑的对话 让老陈一夜走红 不但让账号反诈警官老陈单日涨粉181万 也让反诈APP登上了多个应用商店下载榜的敌位 此后也经常能看到各类高人气网红和老陈连迈 流量高峰这期甚至有明星和老陈成功连迈 并让反诈APP和老陈本人被推向新一轮的左红高潮 但俗话说人红是非多 明警老陈同样如此 左红后的某天老陈突然在直播间表示 自己的一个社交账号被封 原因竟是反诈宣传的爆火程度 间接性挡了某些诈骗犯的财路 被逼到一定的绝境后 他们只好拿老陈开刀 多次举报这位民警的个人社交账号 企图达到他需要花大量的时间解决私人的事件 无法直播宣传反诈知识的目的 虽然接受不了 但老陈并没有放弃继续为公为民 可没想到的是账号被封只是个开头 舆论风波逼到他辞职才是最后的结果 而这其中最严重的两次风波分别是 他连线柬埔寨诈骗犯和直播 被赞赏一百万 2021年 有网友怂恿他和一名名叫 柬埔寨小六的直播连麦 以为对面人气网红的老陈 自然没有拒绝这个提议 但他不知道的是 这名所谓的网红 是柬埔寨著名的诈骗犯 而在直播间 老平心平契合和诈骗犯聊天的状态 也让网友愤怒不已 称反诈主播和诈骗犯连麦 多少有点淋不清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同年三月老陈进行公益直播时 有一位网友一次性给他打赏了一百万元 顿时他深表感动 并表示 谢谢你们 网友们对我的支持 我真的很感谢 我也感到知足 但你们不要再刷了 我现在都不会说话了 我一定会拿出我的实际行动 让支持我的人不失望 那场直播协助后 他总共收到了一百二十万元 尽管在这之后 他特意发布视频 声称已将所有打赏全部捐出 视频中他还贴了捐赠证书 但关于公正人员公开直播打赏 这一行为的质疑声并没有停止 反而愈演愈烈 老陈本人也在直播中表示 的确有人在这之后 向他的单位举报他 此时此刻 老陈才意识网络纷争有多可怕 他多次感叹道 吐沫星子确实骇人不清 能将一个人伤害到体无完肤 明确地感受到身穿警服的自己 再这样下去会连累单位 他果断选择了辞职 不仅放弃了自己 一直以来热衷的职业 而且彻彻底底成为了普通人 2022年4月 他身穿便服 坐在镜头面前 告诉网友自己辞职的消息 并表示 最近没有直播是因为自己 一直非常困惑和纠结 甚至想过要放弃 但为了实现他的公益梦想 也不让舆论伤害到他的家人和单位 所以他最终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辞职 他说 我决定辞去警察职务 以一名普通人的身份 继继续配合公益机构 做反诈与公益宣传 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他还表示 此次辞职之前的一个星期之内 他没有跟任何人商量 包括家人和同事 直到辞职书交出去的那一天 同事才意识到 曾经亲密无间的好友 不能再和自己并肩作战 相较于同事的惊叹 妻子显得平和得多 他在电话中回答道 辞了就辞了吧 一切也终于能平静下来 实在活不下去 我们把房子卖了 回老家种地去 如今老陈已经44岁 开通了个人账号 并仍然宣传一些公益知识 和反诈知识 曾有狗仔记者拍过他在老家的生活 照片中他仍然笑得一脸祥和 唯一不同的是 笑容中多了一份自在 仿佛他本人已经活得自在 十分享受目前的生活 但尽管如此 依然有网友揪着他的过去不放 称他就是被金钱蒙蔽了双眼 活该变成现在这样 还有媒体拿他说的 我做了错误的决定 这句话断章取义 将他描述成一个 没有抵挡住诱火 脱下警服 变成什么都不是的普通人 当然有反对有支持 有网友坦言 老陈只是太善良 再加上人工是非多 所以才导致一个太好心的人 被骂到辞职 总之 众说纷纭 老陈究竟是人工是非多 还是已忘初心 这里暗暇不表 但可以肯定的是 他的一些观点并没有错 正如他曾经所说 如今的网络诈骗层出不穷 多少家庭因为网诈 支离破碎 面对网络诈骗 我们一定要擦亮自己的双眼 不要轻易地相信 乱世之中的华丽 你看见的并非是真的存在 也许